同学待会一定一定要帮我记 这个面板这个先关掉没关系 你希望待会在放映的时候是 在什么时候有音乐出来 如果你待会邮标刚才播到最后是第四章 我们待会插入 待会会有一个功能叫音讯 里面的我个人电脑上的音讯 待会会叫你找档案 我要先解释这个动作就是第一个失败 不可以在第四章 不可以在第三章 请你要到第几章 对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好那因为Graphic你们这台电脑没有音乐档 所以如果有登录电脑版内的同学 来到这边我们的周二班的office这个班 也会有一个选项叫另存清档 好如果你直接点中间 他就存在下载区哦 你自己要选对 那我现在想要让我自己决定 如果我建议你回家的时候 另存清档直接存在 你自己电脑里面一个资料夹 专门放音乐的 或者是你整理一个资料夹 写一个音乐档资料夹 我这边为了让你们待会快速找到我选这个音乐 直接按存档 好我待会陆续我也会有其他走歌你都可以练习 我们就先以这一首为主 好了存档了不用看他已经在我的资料夹里面了 请你回答我们的请问我可不可以按插入音讯 我个人的音讯 为什么 因为要在第一章 来到插入里面的音讯 我个人电脑上的音讯 我刚才说我资料中心放在哪一个位置 有没有这个图案 点一下就有这一首歌了 OK吗 当我点进来选到插入 他出现了一个叫做图示 那不好意思你们待会可能无法听 只有老师的有喇叭 我这边有音乐可以播放 有没有看到有轻轻的音乐 好那这只是播放哦 好那我如果现在用投影片放音 请问有音乐吗 没有 等很久才出来 听懂哦 有没有到下一张投影片 没有耶 一直都在这个画面 后来有音乐出来的 可是都一直在同一张 所以我要跟你解释的是 待会这个完 图案这边完之后 很重要是看一下这边有选项叫播放 这个东西叫没有样式 我们待会要做的事情有四件事情 可是我们可以简化 只要他 我先讲他这四件事情是什么事 我待会要让他自动出现音乐 我待会要让他跨投影片 那我要剪的 那我要剪的是 你之后不用去点他 你只要按他一下 就是我要 四个动作简化成后来这个版本 如果你家里是2010就没有这样的功能 你就要自己选 201010之后就用这一颗口去带了 好那我现在放映给你看 我的投影片放映 被我按到了对不起 我也要播放 因为他有前奏 我待会要把前奏关掉 有没有自己换到下一张投影片 有哦 好那同学还有一个功能 顺便介绍 他就进播放了 点到他 这个地方你会刚才有发现有前奏 如果你的歌曲前奏等很久 你会觉得好像错了 来 播放里面还有一个工具 除了这个是必要的 这边有没有一个功能叫修剪 点进来修剪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波动 音符的波动 前面波波动很小 就代表他的前奏都没有声音 所以你可以控制在大概四秒钟之后 这个绿色的这个 这个选项可以移动 就是代表我切断前面没有音乐的时候 所以我待会播的时候 就马上有音乐了 就是把前面的前奏 空白的前奏切断的意思 那后面不用管他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到后面 他就已经通片结束了 理解意思吗 所以待会如果你选的 是跟我一样是这首歌 你可以练习 因为我们刚才这样播的时候 等了好几秒都还没有音乐 到这边才开始 第三秒才有 所以你待会不想要等的同学 你就移动到我们的第三秒左右 然后就按确定 这样待会放音的时候 马上就有音乐了 有没有感觉 理解意思 好 到这边给你 如果你做好 千万不要再练第二次插入 这个音乐不要一直重复做 因为它会两首歌一起来了 听懂 如果这首歌你不要 请你要把这个图案按Delete键 不见了 你才能够插入第二首歌 听懂吗 就是在练习 好 那同学待会的动作 请你 我刚才陆续有其他歌 你练第一首完之后 你帮我再练存 存在你的音乐里面 好练习三首两首都可以 连续去帮我存档 好再做一次 回来简报 点到第一张头影片 插入音讯 点我个人电脑上的音讯 切换到我们的媒体柜下的 如果你回家是媒体柜的音乐 找到你想要的歌 按插入 马上按这一颗钮就结束了 如果你要听他也没有前奏 很长的 你就可以去控制 这首歌没有前奏 马上就有歌了 理解意思吗 后面也可以修剪 可是我跟妳讲说 你修剪没意义 因为你根本只有几张头影片 还没听到全部就结束了 你懂在讲什么吗 因为你头影片才几秒钟 你的音歌曲那么多 所以待会就不见了 OK吗 好 所以你待会 如果我们之后用我很多的翻译 50张头影片 那你就可以用这样的 裁剪 你要的 你可以只有副歌的地方去裁剪 都可以 如果你待会想要副歌 我想要这样 可不可以 可以喔 听懂齁 我就按确定 那我就按放映 可以 懂意思吗 他就是以前 我的那一个 那个切断的那个 他没有前面的 OK吗 好来 那因为你们的待会 可能会听不到 除非你有带耳机 好不好 来我去协助你们做这一段 然后结束之后 我们赶快我们要存档了 这个直接按储存留 我们就最后一个要输出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课程 好吗 来练习音乐的动作 我们马上完成 好吗 好